接着买关心 屏东明洋科技公司 高尔夫球工厂 22号发生了爆炸 目前是造成了 九死一失踪 还有超过百人受伤 屏东地检在昨天是兵分四路 分别到了明洋公司的母公司 以及嫌疑人 明洋公司的董事长刘安浩 跟总经理吕英成的住处 来进行搜索 也带回两人来征讯 检察官在讯后认为 两个人是涉及了 过失 自死 以及职业安全卫生法的罪嫌 非常的重大 所以昨晚董事长是以六百万 总经理是以五百万元交保后船 而在今天也是头七 有多位的消防同袍 是来到灵堂前吊宴 不舍流泪 屏东明洋科技公司厂房 爆炸第七天 四位永销灵堂前 来了多位同袍吊宴 有人不舍流下眼泪 也有人带来永销护照 交换家属 28号是王者头七 现场陆续来了许多人致哀 还有宗教团体到场 练经助导 尽量把后面的事情做好 而前一天27号上午 明洋科技董事长刘安浩现身灵堂致哀 屏东地检也展开了侦办搜索行动 缤纷思路到明洋母公司 以及嫌疑人明洋董事长刘安浩 以及总经理吕英成的住处执行搜索 下午带回两人征讯 警察官讯后 认为两人涉嫌 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 并且涉及过失致死 以及过失伤害等罪嫌 而检方表示 同时也会针对可能涉案的公司干部 进行下一波传唤 并追查公安事故的刑事责任 爆炸意外第七天 目前工厂全面停工 上午已开放员工返回厂内 拿取物品 意外现场举办法会 不少名洋员工绕场祈福 大家用自己的方式 扶贫上通 华氏新闻 周末翰 孙慧娟 邱贤兄 评论报道 哈喽 我是郑雅芳 想要场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